彌補一些缺陷 但不是整個樣子改變了 如果你是為了取悅人去做 那就真的錯了 上集Yaki和Berry提到 微整形是不歸路 今次就要告訴大家 港女究竟是否多整容 多 因為我覺得微整形的文化 越來越流行 所以發現很多人有做過 鼻和下巴 很容易看這個 很多朋友打完鼻 都是左右整個鼻都令到 不可以用這件事來分 他有沒有做過 很多時候如果年輕人 有一輩子就會說 Angela baby 他們都會說 例如他的嘴型 較為成熟一點的 那些 他們就未必說 真的傾向某一個明星 可能想完全滿足自己 所需多些 我覺得他反對不到我 因為我太貪美 所以他反對我 也是要照做的 一開始就不管了 因為當你做到這樣 你的樣子很漂亮 別人一出家 都覺得很漂亮 對嗎 你的心就變紅了 那你就會覺得 家人一向比較保守 都會 因為 我也覺得自己 真的 打過太多次 所以現在都開始害怕 因為 現在才二十頭 不知道 到三十歲的時候 我還可以 打到多少枝 或者到時候 皮膚或者樣子 已經變成了 不知道可以再做什麼 都是的 因為當你做到 比例都適合 你就要等它燒 你才會再補 但是你說 會不會做到 不能再做 是絕對會的 一開始 我都會 不想告訴你 但是當 我做到 真的覺得 尤其我MISCO 令我真的很痛 那一刻 真的很害怕 我不喜歡 譬如 如果我收起來 你變得多 你總有一天 會被人發現的時候 到時 我不是太喜歡這個感覺 我寧願一開始說了 別人都知道你是 他再有什麼 攻擊你 或者什麼的事 我都沒什麼所謂 我都承認了 很多人都是做得很誇張 就算很小 都已經開始做得很誇張 那 他們有一天 我相信 都會想念自己之前 因為現在鬥牙夢的妹妹心態 就是很容易受男生影響 最容易受男生 和最容易受憑輩的影響 就是這段時間 反而我想告訴她 其實不如做自己 如果讓我再選一次的話 我現在應該不會再在臉上 做任何事情 對我現在的惡味 人生一個非常大的轉捏點 還有一個很黑骨命心的經歷 喜歡自然會好一點 但已經差了這個沖 很多東西要保持去做 所以沒辦法 我整體是為了一個男生 他踩到地底泥 已經是痛到很麻木了 那一刻 再加上你躺在手術床上 還有你經歷過我的鼻失敗 是真的很擔心 到底我能否回到他之前的鼻 那一刻是會覺得 我弄出來之後 我的鼻一定不會再搞任何事情 因為你只是想給我之前的鼻 已經很滿足 現在反而對我來說 是認清我自己 就算別人再怎樣說我 怎樣去批評 交樣或者狀樣 已經不微不足度對我來說